已经变化了 至于2618的长荣行呢 在第二季虽然说也出现了股价的回答 但是幅度呢 比起华航来的轻微只有8.28% 而虽然说都是随着油价的反弹而下跌 但因为呢 投信对于长荣行的卖压 比起华航是小了许多 我们来看到投信第二季呢 对华航是卖超了有2.2万张以上 而对长荣行呢 却只出脱了1500多张 也因此使得了长荣行的股价 比起华航是相对的抗跌 不过同样在最近反弹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法人筹码是明显的翻多 但是昨天的最新的变化呢 则是外资单日对长荣行买超超过了6000张了 因此接下来如果说外资的买超力道可以持续的话 那么或许呢 这股价相对上是比起华航是来得比较乐观的看待的 那么有别于昨天华航的压尾盘呢 长荣行拉到了21.05元作收 涨幅呢有4.21% 而这根的长荣棒呢 也重回了所有的短期均线之上了 这短期均线呢 包含了预线在内 而长荣行挤身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的前十名 优秀的飞安呢 成为了推动营运成长的动能 尤其呢 时间即将要进入了七八月的旺季 还有就是日元贬值的效益呢 带动了复日旅游人潮 加上了积极加开新航线 像是休士顿航线正式的开航呢 使得美国线的布局是更加的完整 而未来的营运策略不止着眼于亚洲 更会以全球的市场当成目标 另外根据MoneyDJ记者陈一杰 在6月22号的报道呢 虽然说这第二季的航空货运的运量跟运价 都从第一季的高档回落 也使得长荣行今年的获利 可能无法达到原先所喊出的百亿元的目标 不过反预期呢 今年长荣行营收渴望再创新高 而获利还是有机会能够达到 大约90亿元的近年新高 我们来看到长荣行的五月份营收 109.24亿元 年增2.46% 而月增也有1.62%的幅度 那就是